全红禅和陈玉希都是中国跳水队的双料冠军 也是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在这次多哈游泳市井赛跳水选拔赛中 陈玉希以总分432.30夺得冠军 全红禅以415分获得亚军 虽然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 但在这次比赛中 她的表现并没有陈玉希稳定 两人的差距并不大 都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在之前的两战选拔赛中 陈玉希已经连续获得了冠军 而全红禅则获得了亚军 全红禅在比赛中的压力和紧张情绪 可能是她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的原因之一 网友们对全红禅的表现也表达了关注和鼓励 希望她能够调整心态继续努力 除了全红禅和陈玉希之外 13岁的小将蒋灵敬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虽然全红禅这次比赛成绩不太理想 但是网友们不必过分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 相信全红禅会调整好状态迎接接下来的比赛